在咱们民间故事当中,人生在世,如果生前作恶多端,人死之后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,经历层层痛苦与磨难。 根据不同人在世间犯下的种种罪孽,分别将人送到对应的地狱层受刑接受惩罚,惩罚过后才可转世投胎。 那么人究竟生前做了什么事才会下地狱呢?地狱里的惩罚究竟有多可怕?又为何人们都说下了地狱都难以逃脱呢? 地狱中的十八层,指的是在地狱中受到痛苦程度的大小,而不是空间的上下,就连民间最恐怖的十大酷刑,跟地狱中的刑罚比起来都不值一提。 神话中记载,每层兽刑的年限都是百亿年之久,拔舌地狱乃是第一层,顾名思义,就是对舌头的惩罚,言语欺骗或是诽谤他人的小人。 进入拔舌地狱后,行刑的鬼差会强行撬开兽刑人的嘴巴,用刑具将舌头慢慢拉长后再拽下来,而并不只采用直接拔下来的方式,这样会让他体会到最大的痛苦。 第二层乃是剪刀地狱,在民间,女人重视贞结,丈夫死后是不能再嫁的,如若有人教唆寡妇再嫁人,或者是直接给寡妇说媒,在死之后就会进入剪刀地狱,他们的手指会被剪刀一根根剪断。 这一层在警示示人不要去管缺德的事情,比如水浒传中的王婆,王婆怂恿她去讨好西门庆,还教唆潘金莲下毒害死五大郎,那么她死后肯定是要下剪刀地狱的。 第三层则是铁树地狱,这层主要针对破坏他人感情的人,如若在生前有过导致父子、兄妹、夫妻不和的人,在死后便会来到这层地狱当中。 而受刑的过程也极其痛苦,要将人活生生吊在插满利刃的铁树上,直至血液流干为止,这还不算完,接下来还要下铜柱地狱和蒸笼地狱,不过很多人怕是挺不到这个时候。 第四层是孽禁地狱,这一层没有惩罚,在人面前出现的是一面镜子,镜子中呈现的是人生前犯下的罪孽,随后进入相应的层级接受惩罚。 第五层是蒸笼地狱,俗话说家仇不可外扬,这一层则是惩罚那些传闲话的那些人,平日里议论别人家琐事,以和传额陷害他人,也就是人们口中的长蛇妇,他们死后会下蒸笼地狱,顾名思义先放入蒸笼里反复地蒸,再有冷风不停地吹,最后再送入跋舌地狱,用铁钳子将舌头一点点拔下来。 18层地狱究竟有多恐怖,为何人人都害怕死后坠入18层地狱呢? 第六层是铜柱地狱,故意纵火的人死后会下这层地狱,不管是杀害他人还是销毁罪证,都会被锁在铜柱上,加温烘烤。 随着温度不断上升,兽型人会被烫得血肉模糊,直至血肉会粘连在铜柱上,痛苦指数满天星。 第七层是刀山地狱,惩罚的是那些亵渎神灵,随意杀害家猫、狗、牛这些具有灵性动物的人,他们会被鬼差驱赶到满是尖刀的山上。 在山上的每一步都是痛苦万分,第八层是冰山地狱,最大的特点就是冷,生前不孝顺父母,谋害自己另一半者,赌徒、堕胎之人,便会来到这冰冷的地狱中。 第九层是油锅地狱,生前有偷盗、拐卖、恶意霸占他人财产等欺善凌弱的人,死后便被来死受刑,下油锅被炸得外酥里嫩, 最大恶极者会被反复过油轰炸,咱们上面讲的是东地狱的刑罚,综上所述已经是很残忍了,跟咱们接下来要讲的西地狱比起来,这些惩罚可谓是九牛一毛, 第十层是牛坑地狱,这层是为动物而深渊的地狱,俗话说杀生不虐生,那些曾虐待动物的人便会打入这层地狱,鬼差把他们拖入布满野牛的深坑中, 这类人会被野牛角顶穿五脏六腑,第十一层是石压地狱,若有了孩子之后,对孩子不管不顾,嫌弃孩子呆傻,残疾或者是重男轻女, 凡是由抛弃孩子的行为,死后会来到这里被扔进石槽中,再由巨石反复碾压,第十二层是春旧地狱,浪费粮食之人死后便会来到此处兽刑, 旧在古代是稻米的工具,在此处兽刑会被旧倒成糊状,不管人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,在每层兽刑后都会重塑成原来的模样, 在大树下一层接受惩罚,第十三层是血池地狱,生前忽辱别人,整天搞歪门邪道之人便会来此处兽刑, 血池指的是滚烫的岩浆,温度是非常高的,将人放进去后沐浴全身, 世上真的存在十八层地狱吗,勇士不得超生是否只是威严耸听, 第十四层是枉死地狱,如果是自杀致死,比如上吊,割腕,跳楼等, 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非常不容易,如果自杀,那么就意味着以后都不能投胎做人, 这也是这层地狱的惩罚方式,所以说大家还是当个人好好活着吧, 第十五层是折刑地狱,这层惩罚的是盗墓者,盗墓不仅违法还有损因得, 不仁常说这是抢因宅,盗墓者死后会被钉在棺材板上面,当成飞镖的靶子任人宰割, 第十六层是火山地狱,当世间的贪官污吏,吃公家饭不干活, 喜欢偷鸡摸狗的人死后都会被打入这层地狱, 这层则是反复在火山中烘烤,直至化为灰烬,再重塑原形送往下一层, 据说那些犯了戒的和尚和道士也会来到这层接受惩罚, 第十七层是石墨地狱,这是一个巨大的石墨盘上, 随着墨盘的启用,受刑者会不停在上面奔跑,精疲力尽后就会被磨成肉酱, 那些贪赃枉法,欺压百姓之人,都会来到这层接受痛苦, 第十八层是刀具地狱,这层针对的是奸商,偷工减料,缺金短两的人, 此后会被呈大字绑在木桩上,再用长长的巨条慢慢地一分为二, 此处兽形非常漫长,每天只聚开一点点,那种痛难以想象, 以上就是十八层地狱里面的刑法,十八层地狱最早来源于佛教的说法, 佛教中所指的十八层地狱,并不是指地狱的一层层直到第十八层, 地狱是不分层次的,而是按时间,受苦程度,区域大小来形容的, 只不过世人误解而已,永不超生的地狱通称无间地狱, 一直受苦无有间断,一秒都不能休息,永生受苦, 亦或许就是一个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, 地狱里的酷刑之所以这么残忍,其目的可能只是为了惊醒和告诫人们, 人生在世要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,所以不用纠结会不会下地狱, 我们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, 大家是如何看待十八层地狱的呢? 好了,也画老故事,咱们到哪儿了?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。